锦衣糖果铺39,走马灯内的机关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点个赞,支持一下吧,谢谢大家 一夜起来,陆大人神经气爽,接连几天的不利索在这一晚上都消失殆尽 而惊吓,还好昨晚动之疫情,避免了今早起来再次崴脚的悲剧 锦衣为众人用过早餐,陆一先给他们安排了一些任务 并且把那几个身上有自清的人分成了一个小组,给他们安排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锦衣未散去后,惊吓问陆一 大人,为何不把他们分开呢?分别散在队伍中,让别的人监督着他们,他们也没法互相商议,岂不是更好? 陆一笑着 要的就是他们商量,混在别的队伍里,要是什么关键的证据被他们的人先发现,反而耽误我们办事 而且,谁知道他们会编排煽动一些什么,还不如分开,他们要影响就互相影响去 更何况,这么一分作,他们说不准还会心慌是不是被发现了,想想就有趣 惊吓偷笑 大人,你变坏了 我坏不坏,你还不知道吗? 大人 陆一忍住了笑,转身换了一张严肃脸,对层服和蓝叶交代道 你们今天的任务是去查我口村子,如果完成得快,可以再跟踪调查一下刚才那个小组 蓝叶说其中的一个在严市坟那里见过,找时间核实一下 两人应下,便退出了房门,惊吓立马叫住了他们,递过去两包衣服 你们看须不需要假扮农家夫妇,推上一个平板车路过 如果被人发现你们在房子里,就说口渴了想找水喝,也能搪塞过去 层服接过衣服,想起今下一向都喜欢在办案的时候装扮成不同的角色 自己曾经就扮演过一个被他几掌打倒的小偷 今天他果然有没有忘记他的专业 只是,假扮夫妻的话,宅兰叶会怎么想? 一抬头,宅兰叶很淡定地盯着面前的包裹 没有接,冷冷地说,不用假扮了 谁有胆子跟踪我们,我就有的是方法让他闭嘴 层服心头一紧,二哥后面感受到正直凉风 那是宅兰叶曾经一招要人命的地方 女人,真可怕,还是抱紧大人的大腿比较安全 层服和宅兰叶离开后,惊吓和陆依也准备出发了 这两人是明面上查案,倒是不用假扮 而且也无需假扮,本来就是夫妻 不过为了不引起百姓的骚动,两人没有穿官服 这变状就去了曾经赃花大会的现场 他们先来到当时的表演台附近 坐在原处,路易想起今夏当天淡去的场景 嘴角不禁上扬 今夏问 大人,你像什么? 像你当初以为我没有投你,那果子委屈尽 不委屈怎么能套出你的真心话,那一句 没等今夏说完,路易接腔道 唯有情因深入我心 刚一说完,路易惊觉 对了,我们还有一个必须去调查的人 谁? 路易解释道 画室,你还记得吗? 当时你们在赃花大会现场比试,要赢人的人才能被画师画在走马灯上供大家观赏 一开始,画师也不会知道谁是第一名 上官西本就是临时起义陪你参加的 就算作弊也不会考虑到他就是第一,所以,那幅画肯定是现场做的 而董奇诚要将明烟放在走马灯的机关里 至少在暗中之前就已经达到了现场 说不定画师还亲眼看到过他 今夏醋梅 那画师没有被董奇诚伤害吗? 至少当时还活着 我虽然不认识画师,但现场只有一具尸体 就是大家被迷倒之后那个站起来和董奇诚争辩的人 家属已经认领,我能确定他不是 路易答道 那就好,我们再去看看现场 不过都这么些年了 估计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了 没事,只要去回顾一下 说不定就能想起些什么 两人来到观景楼中 走马灯还立在楼中亭 今夏立马上去,仔细观察起灯 研究了一回得出结论 大人,你说的没错 这灯冒烟的装置果然在内部 必须在安装灯面之前就放进去才有效果 也就是,早在画师作画之前 董奇诚和他的人就一直在这里 甚至压根就是陪着画师在作画 我记得当时董奇诚的手下至少20余名吧? 是的,现场一直守着十多个人 还有一些人去给那些达官显贵的家庭送信 所以20余名是肯定有的 宋谢,你还记得他们拿到那些家属送来银两的时间吗? 记得,比官府的人来得还快 董奇诚逃跑之前就拿到钱了 今夏刚说完就惊呼出声 这里不对劲 陆毅浅笑 你也发现了 是,他们的速度太快了 当时大人宁让谢元元去报官 官兵到的时候董奇诚已经拿到钱跑了 还有人怪谢元元晚了一步 他当时很委屈地说杭州之前他很少来 路并不熟 已经以最快的速度奔跑和打听才找到地方 找官府都费了些功夫 而那些倭寇去找民宅 竟然比他快这么多 是的 说明倭寇并非因为意识管理疏忽混进了航程 而是一开始就对航程非常熟悉 并非只是那种桥中打扮走机串向一两回就能达到的熟悉 甚至有可能他们一开始就知道会绑架谁 拿到信件迅速就能赶到现场 并且把赎金取回来 今夏和路易互相对视 如果是这样 无手续男子其就 我们马上去找找画师还活着没吧 我害怕 今夏有些没底气 路易点点头 真相终于裂开了一个口子 下面就看他们能不能钻进去了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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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